这下面是一片茶林 这下面很光滑 里有笋的话 基本上裂缝了 这里发现个裂包 我们前期挖笋的话 没必要去追编 因为有 这么前点的裂缝绳挖了 反正你这个时候去追编的话 那些小笋牙都被我们挖坏了 这后期的话就没什么笋挖 前期挖了这个裂缝绳就走 一般都不追编的 这个绳应该不大 这里有点干这个地方 小的可怜 恶良的不到 这个也是笋 前几天刚刚下了雨 这些笋 这个地方发现有三根笋 这种笋就是挖上了 都不舍得挖了 这么小 三根笋才六七两 挖了浪费了 吃这个时候挖笋 笋都还不大 给它回一天回去 吃这个内飞 吃到哪里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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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奇怪 这个地方长了三根春树 这个季节哪里还有春树 还不错这个 这里有个十字粘 这下面应该是一根笋的 这么小的开始长根了 长了一根 这有什么漂亮 这里油根都冒头了 太小了 这个茶莲 它有一只野生茶树菇 我让你冲啊 我让你冲啊 我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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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 没得搞了 下大雨了 不想挖了 给大家看今天的收货 这个水 挖了两个小时才挖这种货 没想到它回去的时候 这里还发现一个裂缝 看到没有 这下面百分之百是一根水 挖完这根就撤了 都是这么一样 今天的笋真的很难挖 才挖了几根这样的这么丑的笋 干脆过一段时间来挖了 最近也开始下雨了 这个笋慢慢的也会长大 三四金矢 挖了两个小时 看来今天的笋是特别的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